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這一節我想繼續跟進疫苗 大家記得林鄭和她政府團隊早前打了愛國疫苗科興 到時候打第二劑 二十二日會集體打另一場大龍蜂 所有疫苗都打第二劑的時候反應會比第一劑更加強烈 第一劑最多是有點痛或者有點累 第二劑有些人說會頭痛 會有一個比較嚴重的感冒反應 有些醫生索性說不如你打之前向公司請一日假 那天可能你最好不要上班了 我不知道政府團隊這樣打會不會大家集體不用上班 這是後話 看看情況如何再跟大家說 不過有一個消息很值得大家警惕 就是中國大陸西安 你知道中國大陸已經開打了國產疫苗 數據已經打了七千萬人 西安就出現了一個個案 一位女士 她就是一個隔離區裏面負責做化驗的一位化驗師 都是跟這個疫苗有關的 跟這個病毒有關的 跟這個母肺有關的化驗師 她就打了第二劑 這個國產的疫苗之後沒有說到哪一種 即是國藥還是科興 最後就是確診 問題是很嚴重的 大陸的專家如何回應這件事呢 就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疾控中心 前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 不是演戲那個 她的回應就是 新冠疫苗的保護率並非100% 接種疫苗之後是比較安全 而不是絕對安全 她說中國大陸已經打了 國內外已經接種了數千萬人次 這個疫苗正是安全和有效的 得到充分的 保證 大眾不需要因為一個案例 而對國產疫苗產生懷疑 那這一位女士姓劉的 她是一個隔離封閉區裏面 檢驗科的一個檢驗師 她在三月初的時候已經在那裏工作了 主要負責 在隔離病區裏面患者的核酸採集 實驗室 檢驗工作 就是說跟病毒的接觸可能都很頻繁 資料不多 我現在看的就是大陸的一些網的報導 是這麼多 她說在西安 最初的群組 有打了十二萬五千個重點人員 包括邊檢海關機場 醫務人員等等 打了第一針 問題就來了 因為資料不多 我只是在有限資料裏做我的分析 在香港出現過一個督察 打完第一針之後就確診 大家就打科興 大家就有個疑問 是不是沒有用的 那種疫苗 衛生防務中心就出來說 他就說 第一 打完疫苗之後最低限度七到十天 那個抗體才出現 才可以有個保護 這位督察打了三到四天左右 就是說抗體沒有 也就調查發現這位督察其實 在打針之前有些聚會 跟一些確診的家庭有個接觸 所以他家裡也出了事 其他人也出了事 好像一家四口也有問題 那就是說 衛生防務中心初步的推斷就是 這位督察 已經是感染了 然後去打針 打完針之後確診 所以跟那種針有效無效是無關 我相信這個說法 我相信這個科學的判斷 但問題就是這位 西安的聖樓這位化驗師 他打了第二針之後 就是說 來打第一針 起碼可能兩個禮拜到21日 去打第二針 那就是說 打第一針理論上 那個保護已經有了 打第二針就會加強了 那為什麼打完之後 也是會感染到呢 不是說 不是百分百 不是絕對 就完了 一定要做一些數據的搜集 做一些研究 去確定一件事 究竟 這個 國產疫苗的保護是怎樣的呢 根據 他們自己公佈的數據 現在未有任何第三期臨床數據出現 無論是哪一種國產疫苗都好 他們公佈的數據 就說保護率第一針是50點幾個巴仙 第二針是60多個巴仙 那大家就要問 如果一個保護率 跟其他 西方的國家的 比較 他們是去高達 去到八九十個巴仙 第一針已經去到八十幾九十個巴仙 那為什麼會差那麼遠呢 是不是這個保護率不足 令到打完兩針之後 都有機會感染和確診呢 你只是強調是 個案只有一個例 案例是不是就等於問題就解決了呢 移民就消除了呢 當然不同意了 這個例在中國大陸 究竟是不是只有一個例呢 還是有其他的例我們不知道呢 這個我覺得要追查 因為我們香港人都要追查 因為我們香港打國產疫苗 我前兩天有說過 在智利或者其他南美洲國家 大部分九十幾個巴仙人都是打了這個科興 在由二月初開始 大量打科興之後 他們的確診人數 不跌反升 升了三十幾四十個巴仙 尤其是智利 智利是全南美洲甚至全世界 打疫苗 那個接種率和人口比例來講 是相當高的 是拍得住 拍得住這個 這個西方的國家 但是他仍然 打完之後 不跌反升 有很多專家就說打第一針而已 保護率不夠高 打完第二針先 但是現在西安這個例子打完第二針也出事 是不是 看得到這個國產疫苗其實有很多個問號在 特區政府對於 別人提出疑問的 馬上就予以譴責 譴責這個醫管局的 員工陣線 就說為什麼 中國大陸或者科興自己都說六十歲以上不要打字 或者要 謹慎才打 有長期病患 有胸血壓 糖尿那些暫時不要打字 控制得好才打 特區政府就不是 是不是一開始打完之後死了幾個然後才發表這個 所謂 可有可無的 副險的指引 其實醫管局員工陣線提出這個疑問 就被特區政府如意譴責 被醫管局如意譴責 為什麼那些人對科興會有那麼多的疑問呢 我客觀點想引述一些醫生的看法 一位叫吳錦祥醫生 他有一位 流行病學的專家也曾經在大學教過書 他在縱新聞寫了一篇文 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引述 他就從醫生的角度覺得 疫苗 基本上是安全的 引起死亡的機會 是很小的 但是 疫苗打完之後 然後致死 他說從這個角度很難找到直接的原因 你不同在肥腺室裏面做實驗 A扣B就出了C 那就很清楚了 現在不是因為人體很奧妙 每個人的身體狀況很不同 你有沒有長期病患你控制得好不好 你夠不夠健康有沒有隱疾 全部都會影響疫苗的效果 還有對你的身體會不會有強烈的反應 所以很難找到直接 那個因果的關係 從數據說多少百萬人 出現多少宗個案 這些個案 其實 是 可能 可能是 或者那個劃研率很低 機會是很低的 所以大家放心 其實是這樣的 但阿龍醫生在他的文章裡面 我覺得很客觀地提出 為何那些人對科興 有那麼多疑問 很值得拿出來說 雖然科興 他很客氣 透明度低 和沒有第三期的 臨場 測試的 數據 第二期的臨場的成績都不錯 在這個柳葉刀 這個期刊裡面發表過論文 吳醫生就說我認為疫苗 引致死亡的機率是十分微小的 但是政府引進科興疫苗的時候 考慮不周 在世衛未認可之前 就急於引進 搶在輝瑞之前 展開注射 政治動機過於明顯 一旦發生死亡事件 就容易動搖市民的信心 現在的補救辦法 引入其他世衛認可疫苗 尤其是歐美生產的 重建市民對疫苗的信心 信任 畢竟接種疫苗走出困境的唯一辦法 只為香港建立群體免疫 才能夠恢復正常的社交和經濟活動 吳醫生就很客氣 他也沒有批評科興 科興第二期的數據也不錯 但第一點很重要 我同意 政府的政治考慮太多 未有第三期臨場數據 未有世衛的認可 爸爸生出來然後就搶先 在Beyond Tech之前 打了科興 很多人就開始慎病 為什麼要這樣 表忠 獻微 跑數 祖國關懷 祖國關懷當然要反應 一定要做 香港市民就做了白老鼠 現在科興的第三期臨場數據 文說 就會在月底又再公佈 很多人在網上說 當然啦 香港都打了這麼多十萬劑 當然有 第三期臨場數據 香港人就做了白老鼠 做了科興的白老鼠 我不知道這個諷刺 和事實的距離有多遠 我不知道 為什麼無端端說 第三期臨場數據又可以出來 他到底做過多少個實驗 找了多少人 香港是不是 在做第三期臨場試驗 因為他過於政治化 過於要獻微 過於要擦鞋 過於要表忠 所以一開始 就做錯事 一開始就令到香港市民 對這次疫苗 信心不足 除了信阿爺打科興之外 大家都會越來越猶疑 越來越懷疑 所以他脫底率就高 我覺得很人之常情 我報了我都不打 有得選 我不是打了第一針 我打完第一針之後 我沒有得選 第二隻 醫生不敢建議你 轉態 現在我未打之前 登記了我幾打都不打字 我當然是打我有信心的那隻 這就是吳醫生的一篇文章 另一個就是醫管局前線的醫生 他一直說 其實 問題是什麼呢 科興也好 國藥也好 Beyondtech也好 或者其他的 疫苗其實都是大家 相同的時間 近期間 推出的 為什麼 科興會被人有那麼多懷疑 這位前線醫生說 其實就是 政府的問題 他說作為醫護人員 我只能夠相信科學 既然 兩者國產業民 根本不能夠提供科學數據 請問作為醫護人員 又怎麼能夠呼籲香港市民要接種呢 他說疫苗專家顧問委員會 最初 我都差一點忘記了 最初是 斬釘切鐵 這樣說的 沒有第三期臨床數據 我們不推薦 不放在科學期間 我不推薦 後來就慢慢轉態 為什麼轉態 大量的親政府人士 不斷施壓 以及 施壓極大的政治壓力下 這個強迫 疫苗顧問委員會 給科興能夠在特殊情況下 獲得批准在香港使用 就是這樣 就是政治凌駕科學 你政治凌駕科學推出來 你可以 哄到那些人 初期去打 一看到有早過的疫苗 大家很亢奮 打完之後很興奮 去打 但是 一出事之後 大家就 就要問 這隻東西 會不會有危險 於是 接種率就大聲 接種率 現在問題的關鍵是什麼 就是淚街坊 香港人 跟全世界一樣 是需要有六成 甚至更多七成 的人 打了疫苗 才會出現群體免疫 如果香港人 因為這個科興出了事 對疫苗的信心動搖 其他疫苗都不想打了 不敢打了 不打了 這個群體免疫 是 越來越 渺茫 你用任何方法 打完之後 就可以回中國大陸 打完之後 就去老人院 探望你媽 或者你爸爸 打完之後 你可以去探病 這些就是 威逼加利有 的方法 不是打完之後 死了賠二百萬 沒有 用這些方法 其實 能不能夠哄到 別人去打 我都會懷疑 如果那些人 很猶豫 不想打的時候 群體免疫的百分率 就會遙遙無期 令人憂慮的地方就是這裏 鐵石心腸 對他們來說 工作上的負擔 情緒上也有很大的負擔 他說這一批只是懂得把疫苗事件 政治化的親政府人士 在發生多宗 和科興疫苗相關的不良反應事件的時候 甚至對市民 信心造成危機的時候 你們有承擔過半點責任嗎 你們向科學委員會施壓 要他們為你背書 你們可以表忠獻味 但是出了事 你一口聲都不出 一句話都不說 這個問題是你們製造出來的 醫管局員工程師沒有做過半點措施 不應該 受到你們的圍攻 你們不但不負責任 而且非常無恥 應該受到譴責的 其實就是你們 科興疫苗未夠班所以未能夠在國際醫學期刊第3期刊登臨床數據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 這批政府高官還有親政府人士選擇壓苗助長 要疫苗專家顧問委員會特事特辦 給科興這次數據不足的疫苗 可以輸在終點前的情況下獲准在香港大規模接種 最後因為多宗懷疑不良疫苗的反應造成極大的信任危機 這次的錯 責任全部都是特區政府還有親政府人士 如果不是你們希望科興疫苗作為你們的政治籌碼 勉強被一隻未夠班的疫苗進入香港的話 這次的信心危機根本就不會發生 現在你們 將責任推到其他人身上 真的很無恥 你們只是懂得將疫苗變成一個政治工具 為你們爭取更多的好處 犧牲了香港市民對抗疫的信心 甚至是身體健康 你們才是抗疫期間最大的負面因素 這位醫護人員就是很生氣 不只是我生氣 我當然生氣 因為我看完資料之後發覺 是呀 這班人就出來口喊喊當秘笈 早過的關懷 所以大家打 不顧香港人的生命 的安全 不顧香港人的健康 逼 這個 科學委員會 同意政府去打 這班科學委員會的專家科學家 又沒有腰骨 又不敢出來說筆 你現在不能選擇嗎 有的嘛 除了科學卿之外 你不敢出來說筆 每個人都想 上深圳做事 好像盧寵茂 搞到現在出來解說的時候 還是沒有直接關係 你這裡說 你一開始說的時候說沒有第三期臨床數據我們是不會推薦的 你一說了不夠三天兩天 你就全部是轉軌 政府壓力很大 我想問是不是找些槍子助理 然後上滿了子彈一開槍就打爆你的老鮮 不是呀 為甚麼科學家不敢在權力面前說真話呢 香港沉淪的地方就是這裏 然後那班親政府人士 出了事 就全部射了 洗了手 然後提出別人 提出不同的意見 你說要予以譴責 香港出事的原因就是 大家留意著 新安的那個 案例 智利的那些例子 打完第二針都會有染病的 我經常都說打完第一針 大家不要覺得就萬事大吉 什麼都可以做 打完第二針 都會有機會染病 保護自己 是比任何東西都更加重要 好了這條片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食口發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拜拜 早前我在這裏 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酒店等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還有用優惠碼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現在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大家觀看 大家看見 夾心 卡 是